一直有个困惑 我们工作是为了挣钱 挣钱是为了消费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挣的没有花的多 到头来钱越来越少 负债越来越多 也就越来越穷 工作 消费 贫穷 就像是个死循环 前段流行一个新词汇 新穷人 就是表面光鲜亮丽 高学历 高收入 当然也高消费 工作年限越来越长 卡上存款一点没涨 甚至是债台高筑 拆东抢不西抢 被说中的小伙伴可以耐你 其实新穷人这个概念 来自于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 齐格蒙特·鲍曼 他在《工作 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这本书中 不仅通过社会地位生产关系 划定了新穷人的标准 还把工作 消费 贫穷三者的关系 阐述得鞭辟入力 今天咱们就聊聊 这本豆瓣8.2分的社会学著作 我们先把时间线 拉回到蒸汽机出现后的 工业社会早期 那时候工业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但是人们在农业社会 一直是家庭作坊的形式 张三打铁 李四支部 贪子虽小那也是事业 自己的每一份劳动收益都是可见的 所以有价值感和成就感 现在要把人从家里 拉到云青监狱一样的大厂房里 干什么活 什么时候干 拿多少钱都得听别人的 这哥谁谁都不愿意 对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作伦理就出现了 工作伦理本质上就是一条戒律 就是说工作即正义 不工作不仅是不道德的 还是一种罪恶 当然这个工作必须是被认同的 就是在工厂主一系列规则的约束下 拿劳动换报处的工作 上层机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把劳动者教导成 只服从不思考的工作机器 什么人权 自由 个性 这些平时被赞扬的人类美德 到了劳动者身上就变成了罪恶 鲍曼觉得工作伦理 发挥了一石二鸟的作用 一方面解决了迅速发展的工业化 所需的劳动力问题 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 最重要的将劳动力 转化为商品的难题 另一方面把工作性质 上升到伦理层面 很好地约束了人们 让他们服从新的工厂制度 但人是有惰性的 为自己干跟为别人干 终归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 一些不愿意工作的人 还把希望寄托于社会救济 工作伦理 接着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胡萝卜是给人们灌输一种概念 就是你想要拿更多的钱 过更好的生活 没问题 只要你服从管理 多干活就行了 也就是奉行绩效原则 在增量时代 这招也确实行得通 大棒就比较极端了 他不管什么精神上的启蒙 或者饲养商的改造 也不指望原刑监狱里的囚徒 会爱上工作 而是索性不给他们选择 不工作就什么都不能做 也什么都得不到 另外薪水降得足够低 今天挣的钱 只购买今天的馒头 明天不工作就得饿肚子 就这样 资本家通过工作伦理 把不合理的要求 变成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人们改掉了原有的生活习惯 喜好和欲望 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作机器 而且不管生活多悲惨 只要是通过工作换来的 都有一种道德优越性 工作高贵的伦理光环 顺免了血汗工厂的半奴励制 洗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肮脏毛孔 傍慢把这个时期成为生产者社会 工作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 但到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随着科技发展 生产力水平提高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 我们已经从物质短缺的增量时代 过渡到了物质过升的存量时代 精简成了新的行业标准 人效成了企业的目标 人们发现工作的上升空间变占 想通过干更多活 或者更多的报酬已经行不通了 而且科技越是进步 自己就越有可能被淘汰掉 人们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之前那套工作伦理 在大家心里的地位已经动扬了 存量时代的目标是消耗 而消耗就是吃穿用度这些消费行为 所以傍慢把现在定义为消费者社会 跟生产者社会通过社会分工 来塑造其成员的方式不同 消费者社会要求人们以消费能力和意愿参与其中 就是说幸福生活不在流水线上了 而是在超级市场里 谁能在远远过升的商品中 任意挑选不断购买 谁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而且消费的越多 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 越就越幸福 消费者社会的高明在于 每个参与其中的消费者 都觉得自己掌控了一切 但是他们不知道 生产者社会定下的规则 到这里已经没有了规则 工作伦理学 演变成了大家更愿意接受的消费美学 每个人都从被操纵的棋子 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我们也能发现 现在人们获取社会认同的手段 都是通过我拥有什么 我买得起什么 这些消费层面上的 消费市场也为了这个目的 变得复杂而又灵活 为了保持消费激情 分析信用卡 这些即时满足的手段就出现了 为了自己消费欲望 频繁更新换代 联名款 闲亮款这些产品也被制造出来 为了缩短购买周期 一些消费品还使用了计划报废策略 所以过去的东西是人没他还在 现在的东西三天就得换 在这样的环境下 很少有人能独善其身 张三今天买个包 李四明天做个脸 还有层出不穷的潮流 比如网红景点 潮派联名 手办盲盒 中浪录营等等 小伙伴可能会说 没钱理性消费就好 但理性的度是会变的 你看到自己觉得很贵的商品 烂搭接之后 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省了 觉得是不是应该 适当享受一下生活 再加上朋友圈小红书 各种晒图打卡 你会有一种脱离了社会圈子的感觉 觉得自己被社会道德 鄙视和抛弃了 没办法获取社会认同 没办法体验正常生活了 你看 以前是谁工作谁骄傲 现在是谁有能力消费谁骄傲 反过来 以前没有工作 被社会道德鄙视 生活悲惨的人被成为穷人 而现在是没有能力消费 或者在消费行为上 选择性比较少的人 被成为新穷人 平均不仅限于物质匮乏 和身体上的痛苦 它也是一种羞愧感和负罪感的心理状态 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消费者 你开始想要拼命工作 换取更多的报酬 虽然你也不清楚 这能不能带来更多报酬 但大家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慢慢的就卷起来了 所以新穷人承受着工作 和消费的双重压力 不工作会被社会道德鄙视 工作了不消费还是被鄙视 结果就是挣钱花钱再挣钱 挣得多花的也多 在消费者社会 工作虽然不再是 自我构建的轴心 但也没有被弃如毕律 而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劳动力过剩 就意味着工厂企业 有更多选择权 不用要求员工 喜欢自己的工作 因为每个职位 都有一大批人竞争 你不干别人就干 也不用去监督 约束或者画饼 因为越来越卷的环境 无形中给了他们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 就是天方夜谈 灵活性劳动代替了铁饭碗 滚动合同代替了工作保障 而这个灵活性 更像是被美化后的描述 它更多代表着 缺乏保障 居屋定所 还有看不到的未来 其次 工作也跟其他活动一样 需要受到美学的审视 从伦理学的角度 严格地说 任何工作都是有价值的 没有高低贵贱 所有工作都能赠加人的尊严 但对工作的美学审视就不同了 它强调了区别 放大了差异 一些高大上的 富有美学内涵的工作 才能产生成就感 才会被追捧 而为了生计 或者报酬的工作 就是没有价值的苦差事 什么才叫 富有美学内涵的工作呢 报曼给了几个标准 一 必须是有趣的 就是工作本身就能带来快乐 二 富有创造性的 充满激情 并且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 三 能够作为实现的 就是能够带来骄傲 自尊 荣誉 能够作为生活的核心 很明显 任何工作 一天24小时投身其中 也不会觉得痛苦 当然也很明显 在新穷人群体中 根本找不到 他们是成功企业家的专属 比如比尔盖茨 巴菲特 杰夫·贝佐斯 埃罗马斯克 在消费者社会 他们只负责不断创造 让人们不断消费的东西 最后 失业这个概念 也随着每一次 经济周期的轮回 发生着变化 一般我们觉得 失业是经济放缓的暂时表现 过了这段时间 工作就分支塌来 所有人都能充分就业 但傍慢发现 既然水平 从来没有在连续萧条之后 恢复过 再加上经济发展之路 转向了用更少的劳动力 完成更多的工作 这种无情的累加 推动了 凡时转变的产生 失业就逐渐被过剩取代了 跟失业不同 过剩就是多余的 边外的 不被需要的 傍慢对这一现象 批判的更为直白 过剩的人 没法增加社会财富 增加的只是社会负担 仿佛在消费者社会 没了他们 经济反而会更好 所以他们会一直被排除 在经济活动之外 结果就是 新穷人努力做着 不符合美学的工作 力求在消费市场上 有更多选择 或许社会认同 但收入不稳定 收支不平衡 让他们没办法 在工作上 有更多话语权 只能忍受高强度的加班 领导的压榨 毕竟一旦失业 就可能沦为过剩的人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 同事抱怨辞职不干了 但真正敢把辞职信 扔到老板脸上的 寥寥无几 书中的最后一章 是新穷人的前景 但25页的内容 更像是爆卖 出于人道主义的温情流露 显然从社会层面上 很难找到 唯一的确定的答案 不过我们可以 从个人层面上 做出一些改变 哲学家卡尔布莱尼说过 理解自己所受的限制 就是自由的开端 接受消费者社会 接受人和消费品之间的 紧张关系 并时刻保持警觉 和质疑的态度 才有独立自主的可能性 我们也不必把生活过得浮躁 欲望是无限的 能力是有限的 二者的落差 就是沮丧 焦虑不愉快的根本原因 埃比克泰德说 困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我们对其重要性的理解 我们可以把关注点 从外界转向内心 穿过物质的海洋 寻找真正重要的东西 另外 要摆脱新穷人 这个道德绑架时的定义 我们还需要提升自我价值感 就是自己先重视自己 做到自信自尊自强 我们要意识到 获得别人的尊重 并不是只有消费这一个途径 一个人的才能 人格 修养 同样能得到社会重视 最后还想说 工作也好 消费也好 他们都不是生活的全部 就像《心灵奇旅》中的一句话 有时候我们努力寻找生活的意义 殊不知 生活的意义 就是生活本身 人类反复遭受苦难 是因为反复忘记苦难 这本书跨越了一千多年 用三个时代 展现了人类从毁灭到重建 再到毁灭的最终宿命 被誉为人类文明的轮回史诗 它就是摘得科幻文学界最高荣誉 余果奖归关的 来不为此的赞格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星河版度 今天咱们聊一本科幻小说 虽说是小说 但它又不落通俗文学的科究 我们能从二十万字中读出残酷现实 对个人信仰的挑战 科学技术 对人类文明的反噬 它传达出的 对人类自取灭亡的反思 和对未来重蹈覆辙的担忧 注定让它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之一 先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背景 或许我们更能体会 做着文字背后的深移 二战期间 盟军要对意大利卡西诺山 执行一次大规模轰炸 以此突破德军的防线 卡西诺山的山顶上 处立着一座 2000年前所建的古老修道院 虽然是本都会的发言地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圣地之一 但也没能逃过 钢铁与炮弹的摧残 1944年2月15日 几百架飞机掠过之后 修道院被夷为平地 2000年的历史文明也就此终结 知情这次空袭任务的美军编队里 有一位年仅21岁的机枪手 名叫小沃尔特·米勒 他是一位浅诚的天主教徒 但这次行动 他却亲手摧毁了 信中最神圣 最不可冒犯的地方 自己的信仰 也随着修道院一起轰然倒塌 这件事对米勒影响极大 几乎毁了他的后半生 出于内心的愧疚 和对战争的厌倦 15年后 他把这一经历 搬到了自己所写的科幻小说 莱博维斯的《三科种》 书中通过两次毁灭地球的极端方式 讽刺统治着对权力的贪婪 抨击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摧残 但即便如此 米勒还是没能释怀 在绑收创伤后迎接障碍的困扰 半个世纪后 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部 结束了煎熬的一生 20世纪后半夜 一场名为烈焰的核战争爆发 地球上所有生物死伤无数 到处都是断鼻残垣 侥幸存活的人也因为核辐射变得畸形 并且伤病不断 幸存者把战争的罪魁祸首 推到用科技发明武器的智者身上 他们愤怒地杀死了科学家 工程师 教师 甚至所有识字的人 烧掉一切书籍 并以自己是文盲而骄傲 暴徒们希望用这种大简化的野蛮方式 重置人类社会 一位名叫莱波维茨的电子工程师 躲到了一所修道院里 他深知书籍对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作用 于是通过偷藏 抄写的方法 保存科学知识和书籍文化 虽然莱波维茨最终死在了暴徒手中 但修道院的修士们继续抄露藏书 完善大世纪 一代代肩负着保存人类文明残骗的使命 单从这些文字 大家可能会觉得内容非常悲壮 正义的工程师带领修士们 为了保护人类文明火种舍生取义 但事实上 全书充满了反制情节 你完全看不出作者 对末日记灾难的恶王叹息 反而处处透露着 人类亲手毁了文明 把自己作死的黑色荣物 书中提到 上帝派智者 把核武器交给各国的统治者 希望他们能彼此牵制 都老老实实呢 结果每个人都喜欢鬼胎 想置对方于死地 统治整个地球 核战争爆发后 愚蠢的人类又开始了大简化运动 只要是认字的都难以幸免 人们都以蠢获自居 再后来修士们虽然收集和保存文明残骗 但他们已经失去了 分析理解和创造的能力 比如他们把电路图当成圣物 用金银交织的藤蔓来装饰和美化 修士们充当着知识搬运工 但如果知识不能被人们理解和利用了 它还能代表人类文明吗 所以米勒抛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才是人类文明的代表 是宗教文化还是科学知识 如果是科学知识 那为什么人类用顶尖的科学技术 制造核武器毁灭文明 如果是宗教文化 为什么修士们貌似保护他们完全不理解 而且有可能毁了修道院的科学知识 显然 米勒觉得二者不是对立的 甚至可以说互为表里 历史上很多科学家也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 比如哥拜尼就是天主教神父 爱丽生称科学和宗教是由同一根源而来的 他最钦佩的工程师是上帝 科学发展的产物并不都对人类有利 而能够约束科技不走向极端的 或许就只有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 二者谁的约束力更强呢 我们换个角度看 如果来包为次出于道德保护人类文明 就不会有一大批勇顿了 毕竟这种事搞不好命都没了 有几个人愿意为了道德不要命对吧 但宗教信仰就不一样了 修士们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 抄写他们根本看不懂的文字 只是因为他们都把来包为次当成圣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这可惜两种手段都没办法真正主导科技的走向 毕竟不是人人都有道德和信仰 所以 虽然修道院保护了科学知识和书记文化 却也没能让世界逃过再次被毁灭的命运 时间来到32世纪 修道院的修士们还在一如既往的超书 而在修道院外 世界又一次来到风口浪尖 地球上逐渐崛起了一些国家 他们之间充满敌意 都企图运用权术和斗争吞面彼此 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家是德克萨卡纳 德克萨卡纳的国王汉尼根 正准备发动战争统一北美 汉尼根的弟弟塔德奥是一名天才科学家 他来到修道院调查藏书 起初塔德奥并不相信修道院真的保留了上古文明残片 但当他发现一名修士重新发明了电灯 他看到了重建文明世界的希望 第二章处处体现了矛盾和对立 首先塔德奥明知道他的堂兄 也就是国王汉尼根 不顾百姓生死 予以发动战争 但他为了自保 没有尽力劝戒 修道院的保罗院长 在塔德奥到来之前已经预料到 科学的代表跟有宗教信仰的人终究会发生冲突 但他还是选择对其开放 这些矛盾在第二章结尾处爆发 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质疑 修道院的行为是保护了科学知识 还是阻碍了文艺复兴 塔德奥觉得 这些宝贵的资源属于全人类 修道院将学问据为其有的行为 违背了对圣经纯洁的信仰 保罗院长则认为 如果无人监管 势必会造成对科学力量滥用的结果 更何况 作为科学代表的塔德奥 连劝阻国王不要把修道院 当成军事要塞的请求 都没有正面回应 又怎么能指望他去监督权力 对科学的滥用 塔德奥说 保存智慧 直到世界变理智了 再把它献出来 世界将永远得不到智慧 但保罗院长质疑塔德奥的初衷 说了一句阵龙发聩的话 是先服务上帝 还是先服务汉尼根 后者就是你的选择 言万之意 科学知识应该被道德和信仰约束 而不是被权力操控 站在双方的角度 我们很难去判断 谁的立场更正确 塔德奥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家 在书中的地位 可以对标现实中的达芬奇或者牛顿 虽然当时已经是32世纪 但社会的发展程度 仅仅相当于封建社会 所以他希望用这些资料 来推进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他对权力的忌惮 隐约透露着 科技再次成为 毁灭人类的助推器这一隐患 保罗院长也不是莫守成规 不然也不会对塔德奥开放资料了 他的担忧来源于内心深处的信仰 有一位圣人曾被暴徒烧死 数不清的智者被残害 知识被销毁 所以他只能采取 看上去最不知变通的方式 在他看来 外面的人是没有信仰的 把科学知识给到他们 就相当于把一把枪 交到稚嫩的孩子手里 随着二人对话的谈崩 灯也灭了 这里或许是一种隐喻 光为昼 暗为映 灯灭了也就违背了神要有光的旨意 世界终将不可避免的 再一次走向黑暗 时间又过去了600年 此时的人类不但重建了文明 科技发展也来到了空前的水平 星际飞船 外星移民都成为显示 但地球的人类却分为两大阵营 德州阿肯斯和亚洲联盟 这两个超级大国彼此冷战 200年间小规模核战不断 都想在自己被弄死之前先把对方弄死 在双方准备发动最后总共的休战期 修道院的现任院长泽琪收到教廷指示 启动逃离地球计划 挑选一批信众 带着他们十几代人完善的大时机 乘坐星际飞船去往半人马星座移民地 在那里实现教会的延续 最终 距离上次地球毁灭1000多年后 历史重演 地球上又冒出了蘑菇云 世界仿佛回到了原点 只不过这次地球上再也没有人类 第三章在人类又一次掉入万丈深渊的主线之外 也深度反思了人应该如何死去 这个人道主义议题 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不断冲突 修道院几乎成了核战幸存者的收容所 政府还设立了允许安乐死的机构 但天主教是反对自杀的 这可不是什么放弃希望之类的鸡汤 泽琪院长反对的是 把生命寄陷给散播虚伪安乐的假神灵 这里的假神灵就是那些 因为自己的过错 殃及无辜百姓 又允许人们安乐死的统治者 所以在考思医生本着将痛苦最小化 这种带有功利主义的目的 建议被辐射折磨的病人安乐死的时候 泽琪院长觉得这是畸形价值观 对自己信仰的最大挑战 在他看来痛苦并不是一种邪恶 没有了痛苦 人类的勇气高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都将失去意义 上帝之所以允许痛苦存在 是为了让人们借由痛去成就更伟大的东西 更何况 现在这个疯狂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世界 跟这种邪恶比起来痛苦又能算得上什么呢 读到这里 你能感受到一个有纯粹信仰的人的伟大 世界仿佛又回到一千多年前 来不为此貌似保护科学知识的常见 泽琪院长用穿一千年的坚定信仰 给出了如何拯救人类这一世纪难题的唯一答案 罗小老师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 也引用了泽琪院长劝说考思医生的一段话 当痛苦最小化 安全最大化成为驱动社会的目标 他不知不觉就成了唯一目标 成了法律的唯一基础 这是堕落 我们在寻求他们的过程中 无可避免地走到了相反的终点 是痛苦最大化 是安全最小化 这无疑是对公欲论者最有利的回应 人类追求最大快乐和幸福或许没有错 但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行为 必须接受道义论的约束 虽说来不为此是一本科幻小说 但他对科幻场面的描写基本是一笔带过 不过当我们真正体会到 一个经历战争摧残 信仰崩塌的人 试图通过这本书救赎自己 唤醒世人的时候 那种世人心魄的震撼 是任何宏大的科幻场面都比不了的 所以他更像是一部探究人类文明的赞歌 一部伟大的反战反乌托邦神作 公元前219年 有个叫徐福的人找到了秦始皇 跟他说自己有个项目 做成了可不只是收获金钱美女这么简单 那可是直接升天 直接成仙 也就是长生不老 现在呢就缺点启动资金 前任王一听有点意思 心想自己金钱美女权力地位都有了 无奈着身体硬件跟不上 有再多也无福享用 等于是看着干照记 于是当下决定 这个项目我投了 然后徐福就拿着融资来的钱和人 东渡营州寻找长生不老药 投资嘛 终归是有风险的 徐福一去再无音讯 秦始皇还没拿到分红就先挂掉了 但自从秦始皇带了节奏之后 修仙这个事就变成网红活动了 汉武帝唐太宗纷纷打卡 只可惜都不了了之 所以说从古至今 人类在寻找长寿密码的道路上 就没停过脚步 不过跟古代的科技不够 神话来凑不通 现在人们研究的方向和手段 更科学严谨 2009年 有一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教授 凭借发现端粒和端粒酶 如何保护染色体这一成果 解开了人类衰老的奥秘 这也让他获得了 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之后他把研究成果 写在端粒效应这本书里 今天咱们就揭开 人类衰老与寿命的神秘面纱 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老得快 有些人老得慢 有些老人童颜鹤发 经济成十足 有些年轻人为老先摔 下个楼都得心肺复苏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来看看摔老的过程 有个哲学典故 摔一条船 今天换个侧板 明天换个龙骨 直到有一天 零件全部换了一辆 那这条船还是不是原来的船 人类的身体就好比是这条船 身体除了神经组织之外 其他部位的细胞 每天都在通过分裂的方式更新 也就是说 每过一段时间 你就是全新的自己 如果细胞每次分裂都没有变化 分裂次数也可以无限累加 问题就在这儿 细胞是会衰老的 分裂的次数也是有限的 1961年 生物学家海弗列克发现 在营养充分的情况下 人体细胞分裂的极限 也只有50次左右 这叫做海弗列克极限 细胞停止分裂之后 就意味着一个人 真正进入了衰老期 为什么人体细胞分裂次数有限呢 就要说说端粒这个东西了 咱们都知道 人体细胞有23对染色体 携带着人类的遗传信息 主要由DNA和蛋白质组成 端粒位于染色体的末端 它也是由DNA和蛋白质组成 但不同的是 端粒的DNA 在细胞分裂时不参与编码 说白了 它的作用就是保护染色体 就好比是鞋带两端的塑料头 细胞每分裂一次 端粒就变短一点 直到它短的不能再短了 细胞就停止分裂了 端粒的长度 反映了细胞复制的潜能 所以它被称为 细胞寿命的有色分裂中 端粒的长度跟基因有关 不过人们之间的差距 并没有那么大 端粒最短的平均年龄是75岁 这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年龄 看来人类是被端粒 扼住了命运的后跑镜 卡了死死的 不过布莱克本也通过实验 发现了好消息 他发现一些似磨虫 在细胞分裂的时候 端粒并没有变短 反而还变长了 很快 他发现人体内也有一种物质 可以降低端粒的磨损 那就是端粒酶 可惜它的活性有限 除了造血细胞 生殖细胞等不断分裂的细胞外 其他细胞分化成熟后 端粒酶的活性就逐渐减弱 甚至消失 大家可能会想 既然这样那就缺啥补啥呗 不过布莱克本教授 不建议补充端粒酶 因为它会打破人体细胞的平衡 可能又发一些疾病 比如癌症 癌细胞咱们都知道 就是不受控制的变异细胞 可以无限分裂 现在用于肿瘤研究的癌细胞 还是海拉细胞 1951年 从一位黑人妇女 海瑞塔拉克斯体内提取后 一直分裂至今 端粒的长短跟基因有关 不过也受环境的影响 有个现象是 如果一个人的家里发生了变故 那它有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 甚至一夜之间藏牢很多 一夜白头真的不是夸张的形容 端粒酵用的第二作者埃佩尔 本身就从事心理压力研究的工作 他发现一些长期照顾生命孩子的妈妈 特别显老 于是布莱克本测量了 这些妈妈的端粒长度 发现了三个现象 一照顾生命孩子的时间越长 端粒就越短 不过也有一些人例外 虽然照顾时间长 他们的端粒似乎并没有所短 二觉得自己照顾孩子的压力 特别大的妈妈端粒最短 三觉得压力最大的妈妈们 他们端粒没的活性也很差 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压力并不是影响端粒的因素 影响端粒的是应对压力的反应 也就是压力管理 而且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人们在面临压力的时候 一般会有两种反应 一种是威胁反应 一种是挑战反应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两种反应的区别 比如你明天要考试 但是没复习 如果是威胁反应 你就会紧张焦虑 感觉胸口上压了一块石头 闯不过气来 如果是挑战反应 你就来劲了 像打了鸡血一样去复习 这些不仅仅是心理压力 更像是生理反应 事实如此 威胁反应让血管收缩 血流量减少 另外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迷走神经活动下降 你会觉得身体僵硬 受掉冰凉 反过来 挑战反应也会让你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但血管不会收缩 而且血液含氧量提高 由更多的血液流向大脑和四肢 以便调动全身来战斗 端力缩短的快慢 就去源于不同的生理反应 怎样才能把威胁反应 变成挑战反应呢 书中提到了艾读克的认知解力法 一 语言距离法 就是把自己抽离出来 以旁观者的身份跟自己对话 这样不会陷得太深 还能正向引导自己 二 时间距离法 就是看远一点 想想十年之后 这个事还能有什么影响 每准十天之后 你都已经忘了 除了短期的压力 会让端力变短 长期的心态 也会影响端力长度 初中提到三种典型的负面情绪 第一种 第一 这种心态 一般在强势的人身上比较常见 就是觉得别人处处针对自己 领导穿小鞋了 同事挤兑了 老婆不理解了 孩子不听话了 这会让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变差 心情自然会不好 从而影响健康 第二种 悲观 这种人遇到事情 总共有负面的预期 所以一直处于消极的情绪状态 我们看那些长寿的老人 生活习惯好像并没有多健康 有些老人甚至抽烟 喝酒 吃肉 三大爱好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 就是心态非常好 把生活琐事看得很淡 2019年 美国博士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乐观的生活态度 会让你更加长寿 并增加活到85岁的可能性 第三种 胡思乱想 据统计 人们在做事的时候 50%的时间都在走神 咱们之前提到过 走神本身就比专注更消耗大脑能量 而且人们往往想的都是负面的事情 就是无形中给自己增压压力 要摆脱这三个负面情绪 除了上面提到的语言距离法 我们还可以用专注当下的事 来取代负面情绪 一个念头 你越是想忘掉 你就越忘不掉 这叫做矛盾反弹 当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原本的念头就消失了 最后你还可以用冥想方法 每天10分钟不仅可以提升专注力 还能改善长期顽固的负面情绪 除了被动减小端裂的磨损 我们还可以主动出击 让端裂更耐磨 1.锻炼 什么样的锻炼对端裂最好的 书中提到三种 第一种是有氧耐力运动 比如慢跑 游泳 骑单车 每周三次 每次45分钟 坚持6个月 端裂磨的活性可以提高一倍 第二种是高强度间歇性训练 就是高强度运动跟修复运动交替进行 比如快跑三分钟 慢跑三分钟 再走路十分钟 这个流程每天重复四遍 每周三次 第三种是阻力运动 就是力量训练 比如举重 2.睡眠 人在睡眠的时候 身体会进行一系列的DNA修复 排出废物等生理活动 所以睡眠真的很重要 那睡多久好呢 研究发现 每天睡眠时长最好在7个小时以上 当然也有些人例外 每天睡4-6个小时就够了 我们可以用睡眠革命里的一个方法来测试 先按照每天7-5个小时 也就是5个睡眠周期 每天固定入睡和起床时间 观察一周的精神状态 如果每天都起不来 就增加一个周期 反之减少一个周期 另外睡的早晚 时间的长短并没有绝对的好坏 但是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昼夜节律 就是生物钟 晚上困了不要硬撑 早上醒了也不要硬睡 因为你的身体比你更了解你的生活中 3.体重与饮食 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女士的身材 左边这位腿很细 但腰围很大 右边这位刚好相反 你觉得哪位女士更健康 答案跟你的审美一样 右边这位女士 其实体重跟端力的关系不大 端力更在乎的是肚子的大小 或者说腰臀比 有些人的肉是长在皮下脂肪 就是四肢比较胖 这没问题 怕的是胖在肚子上 这可能反映了新陈代谢水平低 会让端力变短 怎么样调整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饮食 当然不是说把自己饿瘦 因为人体是个反脆弱系统 故意少吃虽然暂时变瘦了 但身体是越缺什么 就会尽可能吸收什么 所以很容易反弹 国际上比较推崇的饮食结构 叫做地中海饮食 比如应该多吃蔬菜 水果 全麦类搭配鱼和乳制品 少吃红肉 加工肉类 含糖饮料和酒类 不过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所以仅供参考 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整 四 环境 有个科研团队研究了900位 生活在酒龙跟新界的人 结果发现生活在新界的人端力更长 因为酒龙是市中心 高楼耸立 车水满龙 新界是郊群 有很多绿色植物 所以我们没事了 还是在多亲近大自然 老了以后回农村养老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接着目前 人类还没找到能技术性延长寿命的方法 不过通过端力跟寿命的关系 我们至少知道了 哪些行为是有损健康 所短寿命的 在生命面前 还是要保持健为之心 毕竟生命的价值在于生命本身 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最后我们可以低下头 看看自己的鞋带 每次在寄它的时候 都可以想象端力的样子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和寿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